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FC平台的洛克人二代,大家看洛克人的头发 给一个战斗性机器人做头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啊 本作流程非常长,有八个机器人 洗手的话我一般是选择这个齿轮人 小时候都管他叫齿轮人了 齿轮人的优势是他的能力可以无脑硬钢很多boss 拼血就可以打得过,非常安逸 泛用性强,消耗还小 刚刚捡了一个衣罐,这个衣罐呢,你可以 很多地方可以硬钢过去了,用血量来换取时间 本作的流程实在是有一点长 这里咱们就撞过去,然后血量不够了呢,再拿出来补血 血竟然给奖命,这个有点过分了吧 吃到了血,还打出血了,补满了,这 咱们更可以浪了,对吧 墙里有一个 好,血补满了 这个地有点烫脚啊 这个坑很大呀 上面有个奖命 既然满血,前面就可以浪了 直接撞过去会省一点时间 转送奈真的是讨厌啊 这个东西需要打两下 但有的版本打一下就可以了 那个版本就简单的多 嗯,血量升的还比较多呀 这样这个衣罐我感觉可以省下来 用这些血打boss吧 如果血量升的少,或者没自信可以补一下 boss并不难,难点在于脚下的传送带会改变方向 好,改变方向了 咱们就可以也跟他换边 毕竟是第一个boss啊 稳妥一点打 又坏 这节奏掌握得好就可以了 这节奏掌握得好就可以了 OK,干掉 没有拿得出手的能力,只能这样磨死他 这样咱们拿到了齿轮 是简写是m 下一个咱们打气泡人 这个背景叫你不瞎我就输了 别动啊别动 留一只小青蛙 这样前面的青蛙呢 不会再出新的了 这个砖块会掉下去 这里有的时候你下去就会踩到怪 所以咱们站到左边台阶上了 下水了已经 水里的跳跃手感和陆地不大一样 这里把齿轮拿出来 它可以秒掉这种小鱼 咱们也可以撞一下 然后过来 因为撞小鱼的话两点血 撞大鱼太疼了 你打大鱼还有打半天 前面还有一只 咱们采取一样的方法 这个刺球不能撞 撞一下就挂 特别疼 后边小青蛙又追上来 补给太多了 补给太多了 BOSS战了 这个BOSS和他拼命就可以 齿轮打他实在是太好用了 来了和BOSS拼些 为什么要先拿齿轮 就是为了今天 这 他没摸到我呀 我还因为怕疼 所以都点了房呢 这样拿到了气泡的能力 正常来讲 拿完这个气泡能力 可以去打火焰 但实际上呢 火刻木头 然后屋头又刻空气 闪光和空气的能力呢 尤其是 来下一关 空气人这关可以得到的个负能力 对火焰关帮助还很大 所以这里我选什么 神逻辑是吧 这关道路很滑 BOSS呢 用P弹又不好打 所以不太建议从这关来起手 有了齿轮之后就简单多了 前面有大机器人 可以考虑撞过去 你也可以打一半 这样就是打一半 你过分啦 在这接着我 这 我表示抗议啊 我先选择的话呢 根据个人习惯吧 这上面还很滑 这边走 把枪怼到脸上开枪啊 要换齿轮了 打BOSS 流程也很短 跟他拼血 完事儿 有齿轮真的是安逸啊 打很多BOSS都很好打 你这样能够拿到第三项副武器 副能力 也是个垫脚的东西 感觉本作的这些副能力 超数的比较多 第三项副能力入手 下一关 下一关咱们打木头人 上面的蝙蝠就不要招惹了是吧 这里下面这个怪呢 小的时候觉得是兔子 因为他会发射胡萝卜 现在觉得是袋鼠 我的齿轮呢 真的是好用啊 这个楼梯不要往下跳了 在这个位置可以直接打到这个狗 然后他还打不到你 这里换闪光人 前面的这两条狗就不会出现了 烙没了 前面的小鸟不太好搞啊 他的蛋可以付出很多小鸟 坐地之前打打碎就好 所以吃的真的是好用 全清了 吃一点补给就满了 这里好像喝几局 这里预见机不要动 不要激动 我们是见过世面的对吧 报私站了 这里用齿轮打呢 可以看作是一个回合制的人 这个护身齿轮是过不去的 室内的 满血它输了 木头人打完了咱们打空气人 因为木头人实在是太克空气人了 这关难度上还是有一些的 这个边可以踩 定住 这样祥阳的脚就不会长出来了 没了换换了 啊不对不对不对 这个才是咱们仙儿的齿轮啊 刚才是木头人 这个云彩遮挡视角实在是讨厌 就这样这个又换过来了 这个鸟扔蛋真的是讨厌啊 这里防着一点 预防性攻击 又是两只祥阳啊 这祥阳只有一个脚 上面有鸟 虽然看不见 轻的不错 暴死站 这里呢咱们换木头人 不对木头人是打不了 空气人这里是拼脸的 进来血垢就行 你像这种攻击方式咱们就走开 这种可以做 这种也要挨打 OK秒掉 反正打空气人的要点就是血垢 能扛得住他两下就行了 脸白的话一次都不用挨打 这里会给咱们一样辅助的能力 这个能力呢 过火焰那关特别好用 所以咱们下一关打火人 火人这关有难度 但是呢咱们已经有足够的辅助能力了 来帮助咱们降低难度 这也就是靠跳跃了 来一个辅助能力吧 不要被他关到下面 关到下面就上不去了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提早起跳 这里换二号能力 这里换批蛋 好多血 这有什么用 Boss战了 Boss战 换水球了 这个Boss用火打人不疼 最怕是他撞你 超疼 生气了生气了 用水打他大概五发左右吧 你小心不要被他撞到就行 还剩两个Boss 接下来这两个Boss 我觉得打哪个都随便了 咱们先打破坏人吧 又给了咱们一号辅助能力 又给了咱们一号辅助能力 这方面都拿的差不多了 有的地方可以偷偷揽了 踮个脚就上来了 定住他们这样省着打吧 应用一下这个 一发就上来了 整个节奏这个也只需要两发 下面的敌人呢 就可以不用打了 省时省心啊 这里用一号垫下脚 天怎么黑了 换木头 我捡到东西之后自动松手啊 这这不好啊 有点坑 这个E就不要了 这边换空气 Boss干 一下 好三下 解决 克制实在是太恐怖了 这样拿到了他的能力 放炸弹 最后一个了 快拿 这关的难点就是光柱 这东西也很恶心 光柱碰到就怪啊 这里切空气 这个里有点大吧 这里一点错都不能算 错一个地方就挂了 这让我想起了忍者神龟一代两个 金板呢 那个地方比这个呢 因为忍者神龟你走快了呢 他就让你去另一侧的 钉板了 直接小一个小跳到另一侧的 平台了 非常的可 多个人这里还可以 只要你记着点顺序 换批 这两个 其实撞过去都行 这个boss呢 那克制方法比较多 咱们先往脚下放炸弹 好 然后定他一下 这样就结束了 中间他有可能会撞到你 这 那好吧 那这八个小boss呢 都打完了 后面该是威力博士的城堡了 那本期时间的关系呢 也先给大家录制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达到了最后一个能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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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